8964后,邓小平扶植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。 30年后的今天,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习近平,专题,成为中共建政史上出现的一个强人,他掌控权力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1980年代以前的毛泽东。 然而国力强盛,气势高涨,中国并未得到与大国地位相对称的尊重。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?30年前的那场流血冲突为世界,为中国留下了多大的挥之不去的阴影。 万润南继续为我们回首8964,解读当下中国命运。 法广,8964最终的结果给人的感觉事与愿违,不仅没有把中国导向更加民主,结果发生了悲剧性大屠杀。 从今天看,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? 万润南,30年以后回头来看,应该说后果的严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 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,现在我们真的看不到那种和平转型的希望了,而非和平转型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大。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,地方歌剧,兵荒满乱,甚至文革,专题,时期的全国武斗,都因见不远。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? 问题是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没有像样的领导人。 在邓之后,共产党一代不如一代。 将没有邓的眼光,胡就是不作为,习更是倒退,而且又回到了一人一姓的习天下。 毛已十年文革把党天下变成毛天下,在文革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之后,邓十年改革,把毛天下回归到党天下。 过了三十年,习又把党天下变成一人一姓的习天下。 如何评论一个政治人物,就看他的一些代表性话语。 邓说,黑猫白猫,发展适应道理,不争论,不当头。 这些话,不误实,很有政治智慧。 江呢?闷声发大财。 腐败的根源就是江啊。 而且,习之所以能够上位,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胡则是不折腾,不折腾当然比瞎折腾好,但也是不作为,不做任何事情。 这么说吧,江得了癌症,胡让癌症拖到了晚期。 习现在是定于一尊,这是他的新弗力战书说的。 习之所以能够上位。 是因为江河曾打破了原来的接班安排,把他提拔上来,其用心是还想继续当太上皇。 认为其这个人,文化不高,大于弱智,好白弄。 有时候机关算尽,反而误了轻轻性命。 政治这个东西,真的不能有小心眼,做人做事要大气,打小算盘,最后坑了自己,坑了他们那个党,也坑了国家。 让习近平接班,那是江泽民的小心眼,大国政治,你玩小心眼,最后是一塌糊涂,一堂糟。 能快进行 frame中行,但是他们会有没有炉后放文明风,快进行', staat要离窃Kayٍ 在近平面上好像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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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re, beliefs,使用居度手提働在各自能处理 Strange